为了庆祝父亲节活动 车承老人会举办了一场父亲节感恩活动 车承老人会每年都会固定举办活动 而此次的父亲节活动也不例外 为的就是祝福感谢一直以来辛苦付出的爸爸 今天是我们那个庆祝爸爸节 每一个会员都来参加 有来宾名代表来赞助来为我们鼓励这样 我们各位父母亲都很高兴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看到他们心里很快乐身体健康 我就感到很高兴 邀请长者们参加此次活动 不仅是让辛苦的长辈们有休息的空间 也让长辈们和好久不见的朋友一同相聚 县议员陈淑慧表示非常赞成能办理此类的敬老活动 并希望未来每年都能举办 那在我们专业呢可以说来升入这个老人会 让我们这些老大人有一个活动的空间 到这里来看这些老朋友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会福利 那当然对着老人的福利 感谢全天下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 并希望县府能多多办理敬老关怀的活动 增加长辈们的福利 本次庆祝活动圆满结束 非常感谢车城老人会举办的父亲节 庆祝活动 也非常感谢议员们的到场关心 让长辈们都能感受到满满的祝福与关心 记者陈坚豪水里采访报导